各位学员朋友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新时代终身学习赋能计划的在线直播学习 此刻我们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终身学习教室为您直播 目前全党正在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充分发挥大学深度研究优势 开启了思想思维方法论专题 全面系统学思想提升思维强党性 行胜于言重实践 掌握方法建新功 四讲课程将涵盖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 中国是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 自我革命的理性自觉等内容 今天是思想思维方法论专题的第一讲 我们特别邀请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 二十大精神北京市宣讲团成员冯骏老师开讲 冯骏老师是哲学博士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兼哲学院院长 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还是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宋庆领基金会理事 欧美同学会刘英分会副会长 他也多次为我们赋能计划的同学们授课 帮助同学们构建学习框架 领悟精神内涵 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今天冯老师将结合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为我们详细阐释主题教育中 如何做到加强理论学习 与加强调查研究相结合 有请冯俊老师 好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共同参与这次主题教育 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是主题教育 要做到加强理论学习 与加强调查研究相结合 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呢 讲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这是习总书记在4月3号 主题教育的工作会议的讲话当中提出来的 四句话十二个字的要求 那就是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讲的第二点就是加强理论学习 就是要掌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前面主持人已经讲到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 重点是呢 在方法论的问题上 我们应该做点研究和探讨 我们就看一看习总书记啊 是怎么讲世界观方法论的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加强调查研究 就是要学习掌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和工作要求 那么下面我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在4月3号 这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这个会在北京召开 习总书记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也是在这个讲话当中 习总书记提出啊 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的总要求 十二个字的总要求 这个总要求它是贯穿 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主线 它会贯穿主题教育的全过程 那我们要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呢 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系统掌握 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 科学体系 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 大家注意这句话还是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学学什么 我们学的就是掌握这一思想的 基本观点 科学体系 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好 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强调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是 加强理论学习 那加强理论学习就是掌握这个 要不断地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和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里 学到手 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各方面的工作 这里呢 习总书记讲了 要用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方面要改造主观世界 另一方面要改造客观世界 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指 要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思想境界 加强党心锻炼 那改造客观世界呢 就是要用这一思想 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积极诗变 应变 求变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和党的建设中 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取得新进展 新突破 这是两个方面 一个改造主观世界 一个改造客观世界 另一方面习总书记还提出来 要通过这次学习 要从这个新思想当中 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 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 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这个也是和我们今天学的 这个方法论相关的 新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通过学这个新思想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中 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 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 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这就是方法论 这是总书记对这次主题 提这个总要求 我想对总书记对四句话的总要求 稍微做一点解读 第一句话就是学思想 学思想就是要前面系统的 学习掌握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整体把握新思想的科学体系 就是我前面强调的那句话 要把握主要内容科学体系 那么这个主要内容科学体系 是个什么样的体系呢 其实呢我们在原来这个前年呢 19届六中全会 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的 叫以进 就把这个体系其实给我们大致描画出来了 首先第三个历史决议 它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飞跃 当时讲的是 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实际上是在回顾总结 我们党的百年奋斗的历程当中 我们党在不断推荐理能创新 推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那么其中呢 讲到了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心思想科学发展观 这三者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再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他看作是又一次新的飞跃 这个是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一个很高的理论定位 历史定位和政治定位 首先明确这个理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 它的这个重要性 它的历史地位 紧接着呢 就讲了这个 当时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里面 它讲的是 把八个明确变成了十个明确 原来十九大报告讲这个思想是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第三个历史决议啊 它把它八个明确变成了十个明确 就把十个明确它是基本理论 把基本理论讲完整了 讲全面了 十九大提出了 还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这个基本方略就是把基本理论呢 用到实践当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教我们怎么干 我们应该坚持哪些基本原则 这十四个坚持把它叫做基本方略 其实就是知道我们干事的基本原则 当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呢 当时没讲十四个坚持 它讲的是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这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它讲的时候 它也没有 也不是单纯 好像就是一种 把这个事实摆出来 而且讲了这个前言后果 讲了发展过程 所以这次二十大就很明确 二十大明确 习近平新十大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他的理论体系 就包含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这是对这个理论体系 最简明的一种表达 我想这里 学思想 我们通过这次学习呢 把这个理论体系 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把它搞清楚 那么前不久呢 习总书记到广东去考察 四月十号到十三号 在广东考察的时候 对这次主题教育 又做了新的论述 他讲 开展主题教育 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要求我们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 的引导党员干部 在学以助魂 学以增制 学以阵锋 在以学助魂 以学增制 以学阵锋 以学促干 讲的这个四个以 在这四个方面 要下功夫 建实效 特别是总书记 对以学助魂 做了一个专门的解读 以学助魂呢 就是要做好 学习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生理思想的 深化 类化 转化工作 然后从思想上 真本清源 故本培源 要助劳 信仰之机 补足精神之干 把稳思想之舵 总书记 还强调了三点 就是以学助魂 对它做了定义之后 对以学助魂的具体的内容 总书记讲了三层意思 一是呢 要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对党的价值追求 和前进方向的高度政治认同 把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 二是要助劳对党忠诚 自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维护党内容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始终 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党这样保持高度一致 那第三层意思呢 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 大家知道我们 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根本宗旨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我们要强化宗旨意识 要坚持出新使命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评判主题 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会民生的事办实 软民心的事办戏 顺民意的事办好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更多 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这个总书记这次 在广东啊 对以学助魂 做的这个新的论述呢 我认为其实 他就是对学思想 该学什么 他提出的非常 重要而非常实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话 是对学思想的一个 最好的解读 好 第二句话叫强党性 大家知道 我们党的十八代以来呀 其实 向后在前面 已经开展过五次 这种 集中的 这个学习教育 比如说 以未免务事青年 为主题的 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三言三十 两学一做 完了呢 大家知道 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 再接着是全党学党史 党史学习教育 这五次主题 这个集中性的 这个学习教育 其实都在强调 要强党性 那总书记 十八代以来 对于增强党性的 提了很多的要求 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要求 包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胸怀 国之大折 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三言三十 忠诚 干净担当 为民务事青年 等等 这是总书记 原来 对这个 增强党性 提的要求 那么这一次主题教育当中 原来提的这些要求 它都没过时 我们还斗得要 真正的 特别是要求领导干部 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 经受思想淬炼 精神洗礼 好 总书记强调 这个强党性 我体会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强党性 要宁心驻魂 驻牢根本 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要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 要做到总书记 在二十条报告当中 提出的三个务必 那就是务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这里 我们是总书记 新提出的三个务必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其中的第二个务必 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其实就是和当年毛泽东在 这个1949年3月 七家日政全会上 给我们提出的两个务必 当时毛泽东是在 我们解放前中国 马上要建立新中国之际 他有一种赶口的清醒 要求我们 共产党马上在全国范围之内 执政要建立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觉得这是万里长征 我们才刚刚走完第一步 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同志们在革命战争年代 枪烈弹影当中 接受住了考验 成了英雄 但是在和平年代 能不能接受住 唐一炮弹的考验 这是毛泽东所担忧的问题 他就要求同志们 务必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是同志们继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习总书记的这第二个务必 就把毛泽东的两个务必 包含在其中 他语言更简念 就是务必 谦虚谨慎 坚固奋斗 这就体现了毛泽东的两个务必 同时总书记 要更进一步的强调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总书记讲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们的初心使命是什么 是为中国人民毛幸福 为中国民族毛福兴 那么总书记同时还提出了一个 务必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那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 我们以往起的中国革命 战争和建设改革的 这些胜利 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 敢于斗争的精神 那么同时在今天 在我们的这个改革开放 进入的攻坚期深水区 我们在新时代新真诚上 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我们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 提升斗争本领 要学会斗争艺术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所以总书记提出这三个务必 是我们走好 这个新时代新真诚 这个前进的道路上的 我们的一个根本的政治保障 所以这是强胆性的第一层意思 强胆性的第二层意思 就是要锤炼品格 强化忠诚 我们要忠诚于党 忠诚于人民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强胆性的第三层意思 就是要做到学思想建行动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 思想观 要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本领 服务群众本领 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这里注意 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提高本领 大家回忆一下 十八代以来呢 你看总书记 我记得在十九代报告当中 提出来有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 在给中文党下中青年干部班 讲话的时候 他提出来有增强七个方面的本领 在这里又强调增强三个方面的本领 我觉得这些讲话 他是面对不同的对象 面对我们不同的任务 他提出的要求 那个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 是面对全党 全体党员干部讲的 增强七个方面的本领 是针对中青年干部讲的 这里增强三个方面的本领 是面对我们当前的工作任务讲的 所以我觉得呢 重要的是呢 本领要强 这个后面还要讲 强强性的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要突出问题导向 查不足 找差距 民方向接受政治体检 打扫政治灰尘 纠正行为偏差 解决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重实践 重实践我觉得呢 就是前面总书记强调 要改造客观世界 那就是用这个思想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用这个思想去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去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 经济社会发展 和党的建设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取得新进展 新突破 在以学促干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重实践 就是要实干担当 促进发展 重实践呢 就是践行宗旨 为民造福 另外最后重实践 就是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推动中心工作 结合起来 防止两张皮 我们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你学习完了之后 对工作没有帮助 甚至冲击了这个中心工作 你干的本职工作 没有改进 反而比原来干的更差了 那证明你那个学习就没学好 就有问题 所以这里呢 我们总书记也强调 坚持边学习边对照 边检视边整改 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抓好调查研究成果转化 解决群众激难筹判问题 专项整治突出问题 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最终 以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根本评判标准 以推动高准能发展的 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我觉得这两句话呢 讲得非常的实 就是说这次主题教育 我们这个单位主题教育 到底搞好没搞好呢 这个评判的尺子在每个人手上 那就看群众满意不满意 群众满意了 那我们这次主题教育搞好了 群众不满意呢 那就这么还有问题 另外 这次主题教育 好不好 也看你们单位的这个 这个高质量发展 有没有新成效 说你发展的比较还差了 没有新成效 那你就呢 这个学习没搞好 所以说要以推动高准能发展的 最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另外呢 这次啊 主题教育的过程当中 中央国家机关 要在主题教育的当中啊 抓住机关 抓好机关和系统内部的 干部教育队伍的 干部队伍的教育整顿 那就知道前几年 前两年我们搞了 政法队伍内部的教育整顿 今年年初刚开始呢 是中纪委发出的通知 要在纪委系统 也开始教育整顿 这次结合主题教育呢 是要在中央机关 中央和国家机关 这个类的干部啊 也要对干部队伍 举行教育整顿 要决定 要着力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要解决呢 理论学习 政治素质 能力本领担当作为 工作作风 连接自律 六个方面的问题 这是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就是建心功 这个建心功 其中 总书记强调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 他要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 汲取分发兴起的智慧和力量 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这里就是学方法论了 那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这三个方法呢 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总书记在 这个三月三十号 召开了这个中央政治局 第四次集体学习 在这个集体学习 总书记主持了集体学习 并做了重要讲话 总书记讲 这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 是先学一步 是要起个示范作用 中央政治局率先锤范 他们先学 完了之后 跟前党的树立了一个榜样 在这个学习的 集体学习的讲话当中的 总书记就围绕着贯彻落实 二十大精神 我们要做到五个 要善于运用 这五个要善于运用 就体现了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那么大家来看一看 要善于运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理思想 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洞察 时与事 唯与机 积极事变 应变 求变 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 世界眼光 国际视野 有一个大的这种历史观 你看看 要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要统筹好两个大局 要洞察时与事 唯与机 积极事变 应变 求变 这就是我们的 思维方法 这个 这不讲要三个方法吗 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至少这是我们观察 和思考问题的 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 第二个要善于运用 善于运用 这一思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取得新进展 凶突破 要强化政治领导 丰富战略支撑 拓展实践路径 破解发展难题 激发动力活力 使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更加鲜明 优势更加彰显 前景更加光明 第三个是善于运用 善于运用这一思想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各种矛盾和问题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时代发展理念 第四个是要善于运用 这一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增强优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居然思维未予筹谋 时刻保持建在弦上的备战状态 下好先手旗 打好主动账 对各种风险 建之于未蒙 化之于未发 坚决防范各种风险 失控蔓延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 这是第四 第五呢 要善于运用这一思想 深入推进全民从业之党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既注重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 又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 总书记讲的 这五个善于运用啊 就是教我们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所以呢 我们说它既是我们是 去贯彻落实二十道精神的 一种方法 也是我们 对我们提高能力素质 需要学习的 领导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要建新功 你能掌握的这些方法 你才能建新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建新功既要本领过硬 既要政治过硬 要本领高强 那就是提升本领 要领导干部解决好 本领恐慌 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建新功 要连结奉公 树立新风 要持续纠正四风 要反对形式主义 观点主义 之后一个呢 就是建新功 我们要牢记 全民从业制党 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 要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就是要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啊 打赢反腐败斗争的 攻坚战持久战 这就是 对总书记讲的这四句话 我做这么一个解读 这次学习呢 大家这个主题教育 都已经来到了 这个学习的教材 重要的 有习总书记的著作显读 习近平著作显读的 第一卷第二卷 这两本书 是收录了 习近平总书记 在18大到20大之间 现在这十年 就是新时代这十年的 他的一些重要的讲话演讲 只是批示 还有一些训令 第一本是有71篇 第二本是75篇 一共是146篇 以时间轴 为一个线索 这个时间相后为顺序 当然呢 他第一篇 是以20大报告开篇的 大家知道18大的报告 是胡锦涛同志做的 他做完18大报告 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那习总书记 当了总书记之后的 第一次讲话呢 是新当显的中原政治局的常委 和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那个讲话 这就是这个里面的第二篇 从第二篇开始 都是以时间为顺序的 第一篇 把20大报告放在前面 这也体现了 我们20大报告 是新时代十年的一个总结 而它是有一个 对整个十年 有一个全景式的 这种回顾总结 同时呢 也让我们把 学习贯彻20大精神 和这次加强 这个学习和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在社会思想的主题教育 把它结合起来 这是 第二个就是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 专题在编 这本书也是习总书记的 原文原著 但是它是以一种 18个专题 以逻辑体系的 这么一个顺序 把习总书记 关于这一个方面的论述 他收录在一起 在一个专题里面呢 他也是以时间为顺序的 那么另外一本书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思想 学习纲要 这个纲要是中心部编的 相当于一个辅导读本 相当于我们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一个 简明教材 这本书它是第二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2019年版 这里2023年版的是 4月份刚出版的 专门为这次主题教育编的 在这个书里面 它有19个专题 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 前面四章相当于一个总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的特征是什么 是建制党的领导 在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 在我们这个奋斗目标 人民立场 这是一个总论 后面就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无为一体的总体布局 再讲国家安全军队建设 一国两制祖国统一 大国外交 这个后面呢 要多了两章的 一个是强调 发言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争取历史主动 最后一个就是要掌握习近平 新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方法论 所以它这个是另外一个体系 它的这个体系的 这个逻辑结构和专题载编 也有点不一样 专题载编的里面的这个标题 除了总论部分之外 后面的标题几乎和二十条报告 差不多是相应的 那是一个体系 后面的这个纲要呢 也是一个体系 另外刚才前面强调了 这个要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而且也是二十条报告当中呢 突出的理论贡献 单独把它编成了一本书 另外一个就是 在全党要大型调查研究 把大型调查研究 与主题教育结合起来 所以呢 这个也单独编了一本书 最后就强调 这个十八代以来 我们强调党的自我革命 这本书把十八代以来 关于自我革命的 相关的论述 单独把它收成了一本书 有一些的文章和前面的那个 著作显读呢 它是有重合的地方 但也有一些呢 是前面两个书里面没有涵盖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次主题教育要学习的一些教材 我们按照总书记 关于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要学 读原著 学原文 物原理 把这个学思想强党性要抓好 好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加强理论学习 就是要掌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大家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的 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就是把它上升到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以往呢 我们讲 习近平谈指过理政 他是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那说到底呢 它还是一个应用层面的 是一个 数的层面 还是一个计的层面 它不是一个道的层面 这次把它上升到 世界观方法论 那是总开关 那是哲学高度 那是道的层面 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突破 理论创新 那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第三个历史决议 给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 一个新的定位 把它看作是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一个新的飞跃 好 二十大报告 第三个历史决议 除了给他一个 新的飞跃这个定位之外呢 还提出了两个确立 要我们明确两个确立 大家知道 其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已经确立了 习近平同志党内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党的十九代已经确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思想的 指导地位 那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把两个确立并提 而且要我们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因为这两个确立 它是关乎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 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党 要把自身建设的 更加强大 我们还领导 全国人民 要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的复兴而奋斗 那我们必须有一个 坚强的领导核心 和一个领袖人物 必须有一个科学理论 来做指导 所以这两个确立 它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前面 第三个历史决议 给我们做的一个理论的准备 好 再来看看二十大报告 它从哪些方面 丰富发展了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它要哪些理论的新的突破呢 第一点 就是前面已经讲到了 它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理论体系 给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表述 我前面讲到了 十九大报告是讲的八个明确 第三个历史决议 把八个明确变成了十个明确 好 十九大报告里面 还讲了十四个坚持 但是呢 第三个历史决议里面 没讲十四个坚持 它讲的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当然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它不是讲了这个成就本身 而是讲了成就的 怎么取得的 把这个来龙去脉 给我们讲清楚了 而讲来龙去脉呢 它也不仅仅是 就局限在新时代十年来讲 而是从改革开放讲起的 你看看 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第四部分 讲新时代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每一个方面都是从改革开放讲起 改革开放以来 新时代以来 或者党的十八代以来等等 讲到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 我们在实践当中 形成了哪些新的认识 产生了哪些新的理念 出台了哪些新的重要举作 从而创造出了这些伟大的成就 揭示了一个 从实践到认识 再到实践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揭示了一个 在实践当中 我们推荐理论创新 总结 升华出新的理论 用新的理论 要再指导更新的实践 这样呢 我们呢 也认识前进了 实践发展了 从而取得了这些成就 好 我们说十个明确是基本理论 十四个坚持是基本方略 那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其实呢 它是对基本理论 基本方略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的 一个最好的证明和检验 因此这三者啊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说 你问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设计思想的理论体系 有哪些内容啊 最简单的说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这个呢 由于时间关系 大家其实原来都学习过 我也就不多讲了 怎么把八个明确 变成了十个明确 其实呢 除了增加两条之外 其他的内容没有大的变化 增加了一个 把党的领导单独拿出来 原来是放在第八个明确当中的 单独把它拿出来 党是领导一切的 建设党的全面领导 这个最重要的那个 我拿出来作为第一个明确 再把习近平新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单独写了一条 做第七个明确 这样把八个明确 变成了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呢 基本方略 把理论用到实践当中 那些基本原则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当时刚才已经讲到了 同时呢 这些理论呢 实际上是对我们面临的 重大时代课题的 一个回答 我们是在回答 重大时代课题的基础之上 来创立了这个新思想 重大时代课题 原来呢 十九大提出来是一组课题 是新时代 坚持发展什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到第三个历史决议呢 把这个 重大时代课题 也拓展了 增加了两组 增加了一个 建设什么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建设什么的 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 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等 重大时代课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创造出了这个新思想 创立了这么一个新思想 新思想的内容 就是像上面说的 大致的这么一些 三个方面的体系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的成就 这是 二十道报告的 觉得 第一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把这个理论体系 描述清楚了 二十道报告的 第二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呢 他对两个结合 做了深刻的论述 两个结合 是2021年的 7月1号 习总书记在天门广场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首次提出来的 他要求 要把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相结合 后来总书记 多次讲话 都强调这两个结合 而且也写进了 第三个历史决议 但是 这两个结合 怎么一个结合法 结合些什么 以往没有专门的论述过 这次呢 二十道报告里面 总书记做了 详细深刻的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总书记论证的 第一个结合 那就是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 讲这个结合 这是我们注意 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 我们坚持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要运用其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那解决中国的问题 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 其具体结论和词句 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 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说到底 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 大家知道 教条主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是害死人 我们吃过大亏的 特别是王民 左倾教条主义 大家知道 倒置了五次反卫 假设失败 丢了中央俗区 被迫进行长征 那如果从全国范围之内来讲 王民的左倾教条主义 在中央占统治立位四年 从31年的1月 到35年的遵义会议 在结束这个 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一共是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里 当时我们的党员 从30万人变成了4万人 我们的军队 从30万人变成了3万人 所以这是雪的教训 教材主义害死人 我们吃了大亏 后来严整风 就是反对教材主义 反对教材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反对教材主义 放的是最前面的 而毛泽东倡导呢 我们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改造 我们的学习当中 对实事求是 做了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而且把实事求是 确定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所以这是做好第一个结合的 第一个是反对教材主义 第二个呢 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那坚持实事求是 在今天 在我们新时代 那就是要着眼解决 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受理现代和现实的 实际问题 不断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 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更好指导中国的实践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反对教材主义 另一个方面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是做第一个结合的 两个方面的要求 下面来看 总书记论书的第二个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第二个结合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一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特色 以往只讲第一个结合 没有讲第二个结合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以往我们反对第二个结合 就是以往呢 没有重视 或者是重视的不够 习近平新时代 把他突出出来了 单独做一个问题来讲 原来我们讲 马克思主义 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 可能有这么个意思 把历史和文化 当着具体实际的一部分 中国的具体实际 那就是特殊的国情 特殊的历史 特殊的文化 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文化 那么把它放在实际当中去了 习近书记把这一条 单独拿出来 把它突出出来 以往呢 我们一个是重视不够 第二个呢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 实际上是犯着错误的 大家知道 十年文革啊 破四旧啊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成封建的糟粕 给它破掉了 那可以说文革期间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意识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瑰宝 是我们的精神面脉 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标识 也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 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总书记讲话 讲到中华文明 讲到这个历史断代 考古发现 文化遗产保护 讲到了这个洪阳 传统美德等等 都要讲到 对优秀传统文化 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总书记到外地考察 你看看到一地 结合当地的文化古迹 都要讲这些话 到了这个山东 曲府 到孔子研究院去座谈 到湖南 到越路书院 那个时事求是的 那个石碑下面去讲话 到福建 五一山下 朱锡元 那看完了呢 总书记讲 说如果没有五千年文明 哪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 如果 如果没有五千年文明 哪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这个 中国特色 哪有今天这么成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和这个五千年文明 它是一脉相成的 它是联系贯通的 我们中国的特色 特在哪里 就是特在我们有的 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 而这次在二十条报告当中 总书记讲 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远远流长 不大今生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 印含的天下为公 名为邦本 为政以德 格雇顶心 任人为贤 天人合一 自详不惜 厚德载物 讲信修目 亲人善灵等 总书记一口气讲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十个核心理念 而且认为 这十个核心理念 是中国人民的 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 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这个高度的契合性呢 总书记原来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 二次全体会议上 也讲过类似的意思 说这个 大家知道 在1915到1919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这个期间 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 社会思潮 都传到中国来了 包括无政府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 很多思潮传过来呢 时髦了几天 就昙花一现 灰飞烟灭 没人信了 为什么呢 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老百姓不接受 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主张 到中国来 老百姓很欢迎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他和我们传统文化 有契合的地方 说这个共产主义 然后中国古代说的 这个天下大同 这不就很像吗 我们说这个 公有制社会主义 和我们历史上说的 这个君贫富的 原始平等的思想 也不挺 很像吗 所以中国老百姓一听 说这个理论好 我们愿意接受 所以他就中国扎下根来了 总书记讲 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华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 共同价值观念 融通起来 这里强调了 一个是贯通 一个是融通 特别是强调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 共同价值观念 融通起来 那就是在人民群众 日用而不绝的 价值观念 共同价值观念当中 他就渗透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言谈举止 为人处事 其中就体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那并不是说 你读了多少古代的经典 你哪个行为 是按照哪一本书的 哪一章去做的 而是从小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教你怎么说话 教你怎么做人 这个过程当中 就渗透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社区 这个乡村 它的封锁习惯里面 就体现出了 优秀传统文化 你天天生活在其中 日用而不绝 这总书记要求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 和这个日用而不绝的 共同价值观念 还要融通起来 不但赋予科学理论 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但夯实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牢牢扎根 这是第二个方面 讲的两个结合 那第三个方面 刚才讲的 就是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上升到世界观 方法论的高度 要我们学习好 运用好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变成我欧主义 和历史我欧主义的方法 特别是 二十道报告当中 新提出来 六个必须坚持 这六个必须坚持 就是世界观方法论的 一个生动的 具体的体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这是讲的是人民观 大家知道 人民观是 唯物史观当中的 核心的观点 党的十八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用户 就是我们党 执政最大的底气 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人民至上 这是总书记 对人民观的 这个丰富和发展 而在二十道报告当中 对人民观呢 又有新的这种 拓展 大家看看 讲到党的理论 的人民性 党的理论 是来自人民 为了人民 造福人民的理论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是理论创新的 不结源泉 一些脱离人民的理论 都是苍白无力的 一些不为人民 造福的理论 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这讲到党的理论 的人民性 人民不仅仅是 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还是理论的创造者 起码是 人民创造性的实践 是理论创新的 不结源泉 所以说 总书记 对人民观的 丰富和发展 就是对 文武史观的 丰富和发展 这是第一 第二 必须坚持 自信自立 这里讲的是 要坚持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 四个自信 讲的我们要 自立自强 但是在讲的 过程当中 大家看一看 其实在这一段里面 它突出的是 一个实践的观点 那就是说 中国人的问题 只有靠中国人的实践 才能解决 说党的百年奋斗 成功道路 是党领导人民 独立自主 探索开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篇章 是中国共产党人 依靠自身力量 实践出来的 贯成其中的 一个基本点 就是中国的问题 必须从中国 基本国情出发 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那当然说 你说中国的问题 只有靠我们的实践 靠我们自己来解答 这里就渗透着自信 但是呢 这里它突出的是一个 实践第一的观点 中国人的问题 跟中国人自己的实践 来解答 我觉得这也是 对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的一个发展 那第三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这里讲的是 继承和发展 守正和创新的 辩证关系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 不犯颠覆心错误 创新 才能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我们要 这个 守正守什么呢 守正呢 要做了三个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不动摇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动摇 坚持这三个不动摇了 那你守正就守好了 那创新怎么去创新呢 就是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发展 以满腔热忱 对待一些新生事物 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敢一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 敢一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这是第三 第四呢 就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 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 新理念 新思路 新办法 我认为这个部分是讲的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因为认识是起源于问题的 我们分析的问题 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的认识就前进了 就发展了 这是第四 第五呢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这里讲的是辩证法 只有用普遍联系的 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 观察事物 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大家记得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 发表了著名的 矛盾论实践论 特别是在矛盾论当中 毛泽东啊 丰富发展的矛盾的辩证法 强调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而且这个对立统一的双方 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相互转化 毛泽东讲到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 那么今天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 他也丰富发展了矛盾的辩证法 他要求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 透过现象看本质 把握好前局和局部 当前和长远 宏观和围观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总书记讲了七大思维 要求我们要综合运用 不断提高和综合运用 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 那么为 全正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这里我认为 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 一个丰富和发展 最后 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 世界眼光 国际视野 我们看问题 你有了一个国际眼光和 这个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 那你就和别的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个世界观 也是一个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他不仅仅是继承和弘扬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结提升了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 而且呢 他还以海纳百川的 宽阔胸襟 借鉴吸收 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他能够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 积极回应各个人民的普遍关切 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六个必须坚持 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 最集中的 您念的体现 那我们呢 学思想啊 这个学理论呢 就是要掌握好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想这是我讲的呢 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加强调查研究 就是要学习掌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和工作要求 前面强调是学理论 这里强调是要搞好调查研究 说到你这两个方面 前面是加强理论学习呢 那重在学思想强胆性 加强调查研究呢 重在是重实践建新功 其实这两个方面就把总书记的 这个总要求体现出来了 好 那么要搞好调查研究 首先是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发给大家了这本书 而且呢 中央又专门发了一个通知 提出了一个工作方案 在上个月 不在三月中旬 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 关于全党大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而且说的很清楚 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 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次主题教育 其中的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型调查研究 所以在这个工作方案里面强调了 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呢 是感悟新思想的理论力量 和实践伪力的必然要求 是间接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 是解决大党独有蓝题的清醒和坚定 回答六个如何始终的现实需要 这六个如何始终呢 是今年的1月9号 西总书记在二十届中纪委的 二次全会上 二次会议上 回答 到底哪一些 是我们大党独有的蓝题 总书记讲了六个如何始终 就把这个蓝题呢给我们表述出来了 那么这次我们搞大型调查研究之风 就围绕着六个如何始终 那就是我们党独有的蓝题 我们要通过调查研究解决这些蓝题 最后呢就是 它是转变工作作风啊 提高 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提高履职本领 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怎么去搞好这次调查 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啊 中央提出来 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 必须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必须坚持攻坚克难 发现斗争精神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要调查研究 调查些什么问题呢 中央要求啊 要直奔问题去 实行问题大梳理 难题大排查 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 读点 欲点 难点 强烈的六个重点 围绕做好事关全局的 战略性调研 破解复杂蓝题的 对策性调研 新时代新情况的 前瞻性调研 重大工作项目的 跟踪性调研 点线案例的 检剖式调研 推动落实的 督察式调研 这六个方面是我们搞调查研究的重点 蓝点 是要我们特别加以重视和注意的 在中央的工作方案当中提出了12个调研课题 但是这12个调研课题是真的全党来出的 那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行业未必就是涉及到所有的这些方面 但是我们要围绕这12个调研课题呢 要对标对表 看哪一些 还有我们这个行业和我们这个单位啊 和我们现在干的工作 它 有关系 要围绕着这些问题呢 要开展去 去开展调研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啊 大家知道 他从基层工作 一直到 从县里 市里 到省里 到中央 在他的整个从政的生涯当中 他一直都很重视搞调查研究 所以他提出来 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把调查研究当成一种习惯和工作常态 做到学习调研工作 总结病重 不但提出破解蓝题 创新工作和能力水平 那么总书记 我们大家知道 你看从他的从政生涯来看 在镇定 厦门 宁德 福州 福建 这个浙江 上海 之后到党人员来工作 在他在地方工作的时候 你看他几乎走遍呢 他工作地方的所有的 这个县区 部分的乡镇和村 他工作的方法 他提出来要调研开局 调研开路 在调研方法上提出了 深识细准效的要求 这后面我还要讲一下 就是他的五字诀 他要求大型调查研究之风 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 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 集中工作打破个局面的地方去 体查实情 解剖麻雀 前面掌握情况 做得心中有数 党的十八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是聚焦重大战略 重大决策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调研的脚步 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他自己就说 比如说围绕着扶贫这个问题 他说我先后七次主持 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五十多次调研扶贫工作 走遍了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有些地方是年年去 常常去 之后我们能够打印脱贫攻坚战 也就是你看总书记 他做的工作就很扎实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总书记在 我们发给大家学习的 那个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 《论述栽编》这本书里面 他对调查研究呢 有哪些的 这个重要的 这个思想和工作要求 那我呢 根据我的学习体会 我做了这么一点梳理 那个书本身 他列了八个专题 但是根据我的学习呢 我的角度稍微换一下 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 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 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 这个研究是谋事之机 城市之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 研究思考确定全面生活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 客舟求见不行 闭门造车不行 异想天开更不行 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特别是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加强学习和调研 要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自然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 提高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的能力 增强全球思维 战略思维的能力 那么总书记说 涉及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全局性的这些重大问题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不能闭门造车 不能临机一动 而是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做出理论概括和政策设计 我们研究思考 确定全面生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 那就要必须全面深入的开展调查研究 总书记在十八代以来 一个是精准扶贫 他搞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对精准扶贫 总书记抢了 各地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尽快搞清楚现有贫困人口中 哪些是有劳动能力 可以通过生产福祉 和就业帮助来实现脱贫的 哪些是居住在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 需要通过异地搬迁实现脱贫的 哪些是丧失了劳动能力 需要通过社会保障 实施兜底来扶贫的 哪些是因病治贫 需要实施医疗救助帮扶的等等 这是精准扶贫 他做了大量的调研 再还有 制定十三五规划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 当时提出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的时候 为了抓住能够带等 五大发展理念 贯成落实的重点工作 统筹推进 五大发展理念的贯成落实 总书记 他说这就要求我们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继总体分析面上的情况 又深入解剖麻雀 提出可行的政策举措 和工作方案 另外制定十四五规划 总书记连续召开了 七个座谈会 而且把这个规划编制工作 放在网上征求意见 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的参与 留言就一百多万条 在这些留言当中 概括整理出了 一千多条建议 同时政治局自己讨论 将其征求 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听起各民主党派 中央和工商联傅的人 和五党派人士的意见 那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制定十四五规划 另外在疫情期间 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那也总书记做了大量的调研 也希望各位专家深入调研 要加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 提出真知逐渐 为统策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早而夺取抗击疫情斗争 全面胜利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所以说你看总书记强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就没有决策权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你就得要做好调查研究 因为你不做调查研究 你怎么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 总书记强调 要拜人民为师 向人民学习 放下架子铺下身子 接地气通下情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我们这个想问题 做决策办事情 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 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 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立场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这些 你要去搞调查研究 所以总书记强调我们呢 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那怎么体现呢 就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批评和建议 总书记强调 经常他强调我们解决好 我是谁 为了谁 依靠谁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人民观 这就是人民立场 说我们呢 要拜人民为师 干当小学生 特别是多教几个能说心理话的基层朋友 这样才能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 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 这是 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坚持实时求是的思想路线 就要做好调查研究 反复强调 我们党是反复强调要实时求是 怎么个实时求是法呀 总书记讲 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时求是啊 贯穿到各项工作当中去 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的更多一些 把客观规律认识的更透一些 那你搞的调查研究 把情况默认就默实了 掌握了规律 那就是实时求是 董事记还强调说 依靠调查研究做决策 是陈云同志 坚持实时求是的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每逢重大决策之前 陈云同志总是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听起各方面的意见 他常说啊 领导机关制定政策 要用90%以上的时间 做调查研究工作 最后讨论做决定 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 习总书记强调陈云同志呢 是搞调查研究的一个典范 而且反复强调说 这个 实时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早在延安时期 马泽东同志就强调 共产党员应是实时求是的模范 只有实时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呢 第一是眼睛向下 不是不只是昂首望天 第二是开调查会 这贯彻实时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要搞调查研究 第四个呢 要坚持贯彻落实群政路线 就要搞调查研究 要坚持党的群政路线 从群政中来到群政中去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亲近群众 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 要 开展调查研究 就是走群政路线 没有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决策权 那说到底就是 看你能不能坚持群众的观点 能不能接地气 要做到这一点 坚持调查研究 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结合新的情况 总书记强调 现在 中国南海要直通人民群众 我们此生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有了互联网 老百姓经常是上网 民意也上了网 说群众在哪 我们的领导干部就到哪去 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 要学会通过网络 走群政路线 善意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诊工作 是新形设下领导干部 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就是群众到哪了 我们干部就到哪 群众上网了 那我们干部就到网上去 走群众路线 这总书记提出的要求 这是第四 第五点 就是坚持啊 全面从业制党 就是要做好调查研究 以往呢 我们强调调查研究 可能更多的是强调 搞经济工作 搞经济工作 搞社会管理 去搞好调查研究 所以总书记强调说 你看我们要搞全面从业制党 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 一个是建言宪策的渠道 一个是批评监督的渠道 以往我们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 听意见多 围绕从业制党呢 听意见少 请上来听意见多 走下去听意见少 那么现在希望呢 各级干部要沉下身子 走进群众啊 就从业制党的问题 多向群众请教 面对新时代 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 新要求新目标 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 痛恨什么 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 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 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 把全民从业制党的思路举措 搞得更加科学 更加严密 更加有效 这是第五 第六呢 调查研究啊 叫查实勤求实效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总书记批评了几种 找调查研究的不良作风 说调查研究 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 不能搞浮光掠影 不能心道 不能人道心不道 人道心不道 那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调研 也不能搞做指示多 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 也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 丧失了主动权的被调研 也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 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 调研少的贤贫爱事 贤贫爱富式的调研 总书记批评了这几种 看看啊 一个是人道心不道的蜻蜓点水式的调研 一个是做指示多 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 一个是调研自主性差 丧失自主权的被调研 人家带来 把你带来就看好的 带你上哪儿你就上哪儿 那时你是被调研了 是不是 还有呢 人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 贤贫爱富式的调研 而总书记觉得这其实这几种是切忠实弊啊 那么总书记强调调研究要注重时效 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 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 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要防止未调研而调研 防止搞出发一车子 开会一屋子 发言念稿子似的调研 防止扎堆调研 作秀式的调研 这些调研要和反对形式主义 关调主义 要继承洪耀党的幽灵作风把它结合起来 总书记特别强调不搞作秀式调研 彭锦式调研 蜻蜓点水式的调研 总书记经常讲他说当县委书记的要走遍全县的各村 当社会书记的要走遍各个乡镇 当省委书记的要走遍各个县市区 他说他是做到了这一条 在镇定当县委书记呢是走遍了所有的村 当时还是骑着自行车 过河的时候把自行车扛在身上 涉水而过 过了河再骑着车子跑 说我当社会书记 第一位书记期间呢是走遍了福州 宁德的乡镇 我在浙江当省委书记之后呢是全部县市区都走遍了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的八八战略 那就是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 采取八个方面的举措 这是第七 第八呢调查研究也提高调研能力 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那个总书记特别提到的贵州省威宁县伊纳镇 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四看法 那这个伊宁镇呢我当年也去过 这是原来是栗战书同志在贵州做身份书记期间的办 他是一个联系点 还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 到这县城啊还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他那个镇上 总书记说这个镇上为了了解群众的这个贫困的情况 总结了一个四看法 一看房 二看粮 三看劳动力强不强 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狼 看房呢就是看这个龙户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 可以大致了解他的贫富程度 看粮就是看这个龙户的土地情况生产条件 估散他们家的农业收入和食品的支出 看劳动力强不强 就是看他们家的劳动力状况 有没有病残人口 根据他们那个估散他物工的收入和医疗的支出 再看家中有没有读书狼啊 看这个龙户的受教育的程度 还有多少学生在校 他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多大 以及他的教育支出有多大 所以这四看法实际啊 他就是 实际效果好 在实践中管用 是一个创造 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 总是就强调这个调查研究啊 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特别是对青年干部而言 调查研究就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 那么总书记我们前面讲了 从担任县委书记 市委书记 这个地委书记 到省委书记 到直辖市的书记 到总书记 你看看 他这一辈子 其实他调查研究是他重要的一个工作方法 他在浙江做省委书记期间概括出了 搞好调查研究的五字诀 那就是身 食 戏 准 孝 身就是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善于与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隔界人士交朋友 到田间产况群众和社会隔界各个层面去解决问题 食呢就是作风要食 做的清车简从 讲话公务结代 真正是听食话 摸食情 办食事 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深入分析问题解决全面情况 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的了解实际情况 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 把握规律性的东西 孝就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切实可行 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做到初识招见识效 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这个调查研究的五字诀 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次搞好调查研究的一个样板 最后呢 就是调查研究啊 要坚持辩证文有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是调查研究里面也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说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 准确把握客观实际 真正掌握规律 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的 而不是禁止的 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 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 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观察事物 妥善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 做的这个呢就是辩证法 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 机械主义 教材主义 经验主义的观点 那就是形式上学的思想方法 在这里总书记你看强调 坚持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且强调定措施 做决策 抓工作 一定要吃透情况 从事物的普遍联系 特别是复杂的因果关系中 保问题的实质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后针对矛盾和问题来推动工作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提高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战略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 增强看问题的眼力 谋事情的脑力 擦民情的听力 走基层的脚力 这四例本来是针对这个新闻工作者讲的 但实际上在调查研究当中 这个四例啊 我们都是用得上的 因为新闻记者 媒体工作者 他就是搞调查研究的嘛 所以他这个四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讲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啊 第一个呢是把习总书记 关于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那四句话做了一个解读 这四句话当中 我们是怎么去落实这个总要求呢 前面其实我已经讲到了 一是要加强理论学习 二是要深入深化调查研究 通过理论学习来实现学思想 强档性 通过调查研究呢 来达到重实践 建新功 我们加强理论学习 叫系统全面的读原著学原文 物原理 前面系统的掌握 完成准确的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的 基本观点 科学体系 加强理论学习 就是通过理论学习 来增强党性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的信念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这是一个方面 加强理论学习 另一个方面 加强调查研究 习总书记讲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 做好调查研究是党的 人民立场 思想路线 群众路线 理论联系实际的右量学风 它的具体体现 一个好的调查研究呢 它体现出了 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从实践到认识 再从认识到实践 从个别到一般 再从一般到个别 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理论 用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 这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 加强理论学习就是为了更好的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加强调查研究呢 是为了弄清事物的真相 找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 然后再把它上升为新的理论 这二者是相互促进辩证运动 推动着认识和实践的前进和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生动的一个发展过程 把加强理论学习和深化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就是要求把开展主题教育和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防止学习工作两张皮 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 简式整改贯通起来 有机融合一体推进 努力在以学助魂 以学增治 以学阵锋 以学促干方面起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贵社会的思想 转化成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 坚定的意志 协调的行动 强大的战斗力 今天我想就是从这三个方面 对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对加强理论学习 加强调查研究 谈了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重点还是读习总书记的原著 那么有些理解 有些解读未必正确 讲的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指证 我讲的时间超了一点 但是大家想要提问题 还可以接着提问 好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我还看不清楚 我看看 就是 这个问题呢 有人提出来啊 就是请问这个调查研究 要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 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哪些推荐的书目 和文章的篇目 这个问题问得很具体啊 这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 前面我看 我们学习了习总书记 关于调查研究的 这个相关的论述 你看看 我觉得总书记呢 把这个调查研究啊 做我们做好工作的一个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 这个结合总书记的这个论述 你看看 它调查研究体现了 我们的人民立场 体现了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体现了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这就是从 还有呢 要求我们调查研究当中呢 要发言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所以你看 我还同时呢 在调查研究当中呢 多对全面从与治党的一些问题 做深入的研究 所以你看调查研究 它是一个很全面 很丰富 内涵很丰富的 要求很全面的 一个工作方法 或者是一个基本功 要提高这个呢 我就觉得呢 要不做好一个调查研究 首先是 在前面讲了 要站稳人民立场 建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尺子 同时呢 在调研的方法上呢 总书记说要查实情 要做实 这个 真正的 要到基层一线去掌握情况 所以这个是总的要求 具体的怎么搞好调查研究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回头看一看 这个毛泽东同志 这个悬无调查 悬无调查就在 毛泽东文集的第一卷 大家去找找毛泽东文集 文集的第一卷 这个刑务调查 大概有八万多字 毛泽东 他这个调查非常的详细 在刑务线 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 搞了二十多天的实际的这个调查 把这个城市里面的 商业问题 城市管理问题 方方面面 调查非常的详细 到一个店里面去 去考察那个店里面 他的进货渠道是哪里来的 进货的量是多大 每天可以卖多少 一年的这个老板的收入多少 等等 非常的详细 而通过这个巡务调查 毛泽东自己呢 也体会到这个调查研究 又 比如说 基本方法 一个是开座谈会 第二个是开座谈会 开这个调研座谈会 通知谁来参加 参加的人是哪些人 这个来是人多一点 还是人少一点好 到底多的 多少人好 另外呢 这个调查当中的 你这个方案还要设计 没有一个方案设计 随便到了现场 随便问 那可能有的问 多了 有的问少了 有的问掉了 有的问题很肤浅 不深入 有的 有的 你问了 我先探 探不出 他的真话出来 首先 你要有一个设计 之后呢 毛泽东还强调 这个调查研究 要自己做笔记 不是说我在那 主持一个会 大家讲 别人记 自己就做 就听 听完了 可能你自己 亲自做笔记啊 这个印象就不深 所以毛泽东在那个 通过刑务调查 自己就总结出了 一些调研的方法 所以这一些 我觉得呢 可以成为大家 做好调查研究的 一个典范 所以你说 让我跟你推荐一个 什么书 什么文章 我觉得大家 去读一读 毛泽东的 刑务调查 这是在毛泽东的 这些调查当中 是他自己也是 规模最大 最深入 对他后来影响 也最大的一个调查 这个呢 我觉得 这是我对你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下面还有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调查研究要突出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哪一个更重要 我觉得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呢 不应该是矛盾的 对于我们现在 做实际工作来说 我们当然有一个 目标 但是你这个目标呢 肯定是要 联系实际的 不是一个 空洞的目标 脱离实际的目标 在实际工作当中 我们可能碰到 很多的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跟你 想实现的目标 它不一样 你本来想达到 那么高的目标 但是现在 存在这么多问题 解决不了 但是你想 想一想 我觉得还是 以问题导向 为切入点 问题解决了 之后就可以帮到 你实现 你那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呢 最重要的 还是问题导向 但是问题导向 怎么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还要考虑 你那个目标导向 解决问题 是为了实现 你那个目标服务的 所以这两个 我觉得 不能把它矛盾的去看 当然我不知道 我这么理解 你提问题的 这个意思 是不是理解对了 所以觉得 不应该把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的 把它对立起来 那么 以问题为导向 解决问题的 之后呢 是要 达到你这个 目标导向的 比如说 说通手一点 比如说 现在我们 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 远近目标 就围绕十四五规划 来说 我们 有这个十四五规划 那就是目标导向 但是 为了实现 这个规划 碰到很多的问题 那么在现实当中 我们这个调查研究 首先是 以问题为导向 把问题 调查清楚了 找到了解决 问题的办法 之后 这个问题 朝着哪个方向 去解决 那是朝着实现 你这个目标的方向 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应该 可以把它 统一起来 这是 第二个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字再大一点 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国有企业的 开展主题教育是 如何更好的 激发党员 干部职工的 主观能动性 这个呢 我想呢 是这样 国有企业的 开展主题教育 当然呢 他从这个 总书记提的 这四个要求 四个字句话的要求 来说 和其他的 别的单位 他没有什么区别 他肯定也要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践新功 但是怎么去 调动广大 这个党员干部的 积极性 这个其实前面 有两句话呢 我觉得回答那两句话 很重要 就是这四 这个主题教育 搞得好不好 他以群众满意 不满意 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那就是说 要求我们 领导干部 在这个 开展主题教育的时候 他考虑到 我们的 干部职工的 切身利益 考虑到 人民 群众最关心 什么问题 你最后呢 要跟群众办实事 就刚才前面 我讲到了 要 会民生 卵民心 顺民意的事 要做着人民 心坎上去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所以我前几天 到了一个国企 去讲课 当时的 他们那个国企 的党委书记 他就自己就讲 说看来呢 我这个 这次主题教育啊 还要关心 人民群众生活 首先我们 单位食堂的搞好 另外职工的住房 他这个住房 只工作的住房 比如说 他是一个 厂矿 他说到基层去看 有的这个矿力 是四个工人 住的一间房 而且呢 四个工人 还不同的时间 倒班 互相干扰 但是有的公司 做的比较好 两个人一间房 但也有的 他看到了 那些公司 可以做到 一人一间房的 所以说呢 他说我这个主题教育当中 原来有些事 不知道 该不该搞 是怕这个东西 给人家 这个谋福利 这个事 是不是又违反了 这个规定呢 这次通过这个主题教育 我就觉得 这个事该做 确实要解决 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问题 确实利益的问题 你真的把这个事 做好了 那大家的党员干部的 这个热情 积极性 主动性 他就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呢 一方面 要他们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 确实 和中心工作 集合在一起 另外呢 要让老百姓 要人民群众 有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这是我个人的 一种体会 这是第三个问题 是吧 现在 那个 怎么样 没有问题了 是吧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今天就 讲到这里 好 然后再次 谢谢大家 感谢冯俊老师的精彩授课 记得之前曾经有同学说过 听了冯老师的课 真正理解了 什么是联系着学习 系统性的去理解 对自己的帮助很大 冯俊老师今天 为我们深刻解读了 主题教育 学思想 强挡性 重实践 践心工的总要求 剖析了 加强理论学习 和加强调查研究的 深刻内涵 以及两者的统一性 和内在逻辑关系 并在答疑中解惑 帮助我们更加明晰 为什么学 学什么 怎么学 怎么做 再次感谢冯俊老师的精彩讲授 5月17日晚 第二讲课程的主讲老师 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明教授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第10届 11届 12届 全国政协委员 他将给大家讲授自己的学术研究 学习体会和实践调研 深入解析两个结合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治理思想 慈善思想 与文化探源 真诚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课程学习与本单位的主题教育相结合 学生悟透 工身实践 真正落实总书记所提出的 身 时 系 准 效 也把赋能计划推荐给更多的学习者 加入清华中身学习赋能大社群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巩固学习内容 达成更好的学习效果 每讲课程结束后的几天内 我们都会为大家发布课后自册题目 建议大家完成自册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将经历实现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 与您共享云端 知识盛宴 我们下一讲 再见